吴端先生 旷世奇惨 难不成父亲为了他的事 也要来打我 我打不死 我打不死你个畜生 你在外面胡言乱语 为杨吴端鸣不平 这话传到了陛下的耳朵里 不光是把你从三家上 给刷下来了 还让你和那杨吴端一样 五十岁才能搞 你要是平时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不去勾篮瓦舍 大放厥词 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烤钱少出去鬼混胡闹 你就是不听 你说你要是把那喝花酒的功夫 都用在温书备烤上 那如今 也许也能金榜提名了 还用得着那边去耍威风吗 害得我也被你爹爹数落 说平日对你管束不严 近两日 爹爹都住在威蕊轩 也不过来瞧瞧咱们 哥哥一人落榜 害得我跟小娘都要一起受罪 还有如来那丫头 尾巴都要敲到天上去了 走路都恨不能横着走 真是一人无用 累死三军 科考一年就中的那是凤毛麟角 考个十七八年考不中 那才是常识 那二哥哥怎么就考上了 你评理不是说 你的文采比他好吗 不怪你 难道要怪我不成 如若我是个男人 能出去考试 谁还指望你啊 二哥哥的妹妹 天天给她烧香拜佛 给她祈福 做针线活 我的妹妹倒好 下场考试的户席都是明蓝送 整天就想着吟诗作孚 嫁入侯门 要不然就是跟如兰抢风头 吃饱我 你要我跟你做什么针线 你城里被你房里那几个 小妖精围得团团转 你要我做什么 都闭嘴 嚷嚷什么 这是什么好事 光彩的事吗 只要是让人听见了 你脸上也无光 还有你 你说你考试能耐不济 回到家里 也倒有力气跟你妹妹拌嘴了 我告诉你 你妹妹才比谢道运 她想嫁高门有什么错 倒是你 若考不上功名 日后没个一官半职 那说不定 还得靠你妹夫来扶持呢 谁要 谁要别人扶持了 我的好友中 那么多世家子弟豪门勋贵 哪个不能扶持我一下 干嘛非要靠妹夫 还有你 莫兰 以后别说我考不上 下次我考 肯定考得上 娘 你看 哥哥还骂我 你 行行行 我告诉你啊 这几日你弟弟高兴 你老是这个样子 惹他不高兴了 他更不来了 我还有扬州的事情要烦呢 小夫 青鸿 漂亮好 这样 有件事情啊 我摆个丝不得其谨 你的文章 我是知道的 居然会没有证 到底是哪里有诗呢 想一说 自恃不高 我的文章 其实也没有证好 听说 七个公公夫妇 放榜第二日 就去主口的家中去拜访 兄们诺宝的缘由 录后爷 难道没去问问啊 七个公和全民俱乐 爱自如命 我家那老公 恨不得我端在地封里面 别出来丢人眩眼 他怎么不能去帮我问呢 来来来来 喝酒 我 我附近在潮州不过就是个从无品的小官 不做清高 从不结交逢营 就知道逼着我死读书 我还是个术书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术死心 笛子难道就一定能成事 你家那位兄长 我就没见他笑过 这样的人就算考中了进士 到了官场 也一样是错误不难行 好 我觉得有光兄说的有道理 这个形式你得看清楚 镇上无子 那些朝中大臣 恨不得每日都跪在朝堂内 求着官家过及宗室 勇王勇禄 眼王抢干 这天下还不明了吗 你是说眼王他 心里知道就好 别说说 知道知道 明白明白 眼王出身高贵 母家是三朝重者 荣华富贵绵延不绝 手下能臣武将比比尽势 那朝中除了他 我还真想不中还有谁 还是皇家好啊 不用喝喝 不用寒窗苦毒 你上哪儿去了你 我在这儿等了你一夜没合眼 本来想派人去找你 又怕惊动你 爹得让卫月神的人拿了把柄 你这儿去哪儿了 我昨天临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邱三郎要宴请好友让我坐陪 平日也是这一天啊 何必大情小怪 你平常 平常何时夜不归宿啊 难道昨晚你是 睡到哪个小贱人 闯上去了不成 阿娘说话 何必这样难听 不是小贱人 是花魁娘子 你 你 你这不争气的东西 考试落榜 你还去喝酒嫖娼 你让你爹爹知道了 可怎么了得呀 你想过没有 知道就知道了 那邱公子是什么人啊 他父亲 他伯父 都是衍王的家臣 当今皇上无子 衍王登基 他就是新皇 我结交这帮人自有我的道理 阿娘不是说 我说我若考不中 需要我妹夫复制 我偏不 你 你慢点小贱 小贱 你懒了 你快去给三哥 弄点心 酒汤 是 小贱 放心 少贱 侯爷 喂 这大清早前来 是不是为了你家二郎 落榜之事啊 来 全自五财 我也是想过他考不中 可若是他还想再考 却又不能不问清楚 他到底差在哪里 免得下次再犯 这次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提起呀 为何啊 前日啊 齐国公夫妇也来问过我 他家的齐少公爷 那真是天赐聪明 文章写的是画万纪凑 但却是了纲衣 如果能再接再厉 潜心磨练 日后再考 必有渴望 是 是 那全日的文章呢 此证是可叹之处啊 令郎的文章 我和两位诸考官看 那可真是 文词俱佳 气势辉红 自立行间会有效仿 万文正宫之志 国家国家 按理说 应该是榜上有名 那可为什么 又不落榜了呢 所以 从有始终一战 都算有新年 是 找两个人 把那个叶初给我找回来 二公子已经回 回来了 吃醉了酒 睡下了 他还有脸吃酒啊 给我打进来 小的不敢 你可冲不上我 你可 你还有脸睡觉啊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知道了 考试不证也算闯破 这顾家家法 还认不着人活了 弄洋物端是什么东西 附近考试却沉迷花结柳相 屡试不证 做些闲惨词群倒也罢了 和他烂醉还说什么 众举其地不如情绩花落后 官家是金口预言 不让他再考 你却为这样的东西 烂嚼舌头 吴端先生 旷世凄惨 难不成父亲为了他的事 也要来打我 我打不死 我打不死你个畜生 你在外边胡言乱语 为洋物端鸣不平 这话传到了陛下的耳朵里 不光是把你从三家上 给刷下来了 还让你和那洋物端一样 五十岁才能搞 你要是平时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不去勾篮瓦舍大放厥词 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 你还说我不给你活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要死下 OM 我 quá了